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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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以为是天天换钱做生意呢 你小看乔智庸啦 就算他不知道 打得行的李大掌柜能不知道 我敢断定 关于这个金元宝的来历 乔智庸以心知肚明 他就是要和我老城拧着劲干不认输 要我老城的好看 大掌柜 您别生气 乔智庸啊 乔智庸啊 还年轻 您看啊 我找个人也不得了 让他过来给您赔个罪 他那个票号就让他开去了 你以为我这么做是跟他赌戏逗着玩呢 这样好了 他营库里不是还有银子吗 把在营库里的金元宝搬出来 一块给他送过去 看他换得出换不出银子 大掌柜 我多说一句 您可别生气 虽然眼下都知道咱们跟乔智庸较劲 可是您不是说过 咱们山西人做生意的规矩 互相之间要厚道 别置人于死地 是不是还是一个一个给他拿去 明天 一天一次给他送两个过去 他不给我老城的脸 我也不给他脸 对了 那项羽都知会了吗 知会了 他们都答应我 这阵子不借银子给乔智庸 也不敢出银子从乔智庸那儿 收咱们的金元宝 您就放心吧 那好 你去吧 东家 东家 那个家伙又来了 这回他抱的不是一个 是两个 收 东家 看来程大掌柜是真生气的 他要的就是这面子 不 怎么着 你要不好意思 我替你跑一趟 向他收不紧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程青崖要的不是面子 他要的是我的招牌 昨天这是一个 今天是两 万一他明天要是三个呢 不管是三个还是四个 我的照收不误 这个冤家算是结下了 要结 就给他结到头 这样才能用化开的一天 那再这么换下去 咱们银库可真是没银子了 万一过几天他给你来个新花样 您可得拿个准主意啊 你就放心吧 银子是一定会有的 我的东家呀 实话跟您说吧 现如今京城的票商钱庄 还有项羽那儿 您根本就甭想借来银子 人家说了 宁可摘了牌子 也绝不会收咱们的金元宝 我说收就收 你怎么了 要是明天早晨那个人又来了 我没有银子给他的话 那就说明我乔治庸 根本就不应该在北京的票号业立足 我就应该把招牌摘了 永远不再说这话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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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坏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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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甭看了 我说银子会到 银子一定就会到 下棋 你这叫下棋吗 公家 跟着您做生意 银子一定是大营 输也输个金光 我也做了几十年的生意了 像这样心里没谱的买卖 我这是头一回 我 我 我 有点糊涂 你说咱们库里有那么多的金元宝 别人能拿金元宝到咱们这儿来换银子 那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拿金元宝到别人的票号去换银子呢 东家你忘了 咱早就去了 每去一个铺子给别的掌柜的下的 你愿让你把他的招牌给砸了 也不敢收广生元的 正好之宝 所以我这票号是一定要开 必须要开 你想 都像成青衙这么开票号 称王称霸 你自己以为奖祖邑尔 这些是 我给我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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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谁谁谁 谁让你们拉的 冬家 有冬家 我们去看看 灯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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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拉的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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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锦石 铁锦石是谁呀 长顺儿 怎么搞的 这 我没拦住啊 赶紧的 快点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快点 快点走 冬家 往前走 往前走 怎么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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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走 回去接着下 往前走 快 快 快点 快点 快点炙哥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是谁谁啊 你是谁最想挑? 油翻了 祝你就是最好 你就是呲刚 CC把大力弄得vid 待你在咬眼里 半夜此时 那北京城的九道城门全都关了 车进不来了 睡觉吧 别等 不等了 不等了 还不是 放完了 他给你 不 我 你 也不 他 看 摘招牌就摘招牌 不就是一块木头牌子吗 不要了 送给他了 我是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 我等了银子没到 该怎么办 你也别太难过了 做生意嘛 哪有不失手的 吃一千长一智 东家 万一天亮之前 咱的银车要是到了呢 不想了 不想了 天色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好 那您也早点歇着 东家 您先歇着啊 早点休息啊 前 recipes 你说奇怪不奇怪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马夫 他也不要银子 这么多车 还有料 都放在咱们这儿 哪还支不少银子哪 去看看 去看看 东家 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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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血 朽 东家 东家 来吧 东家 这两天干什么都不说 不怕我这手 东家 这两天干什么都不说 这两天干什么都不说 这两天干什么的 小心 小心 快 慢力點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啊 你這準備四個結實的贏家 裝他剩下了四個金元寶 知道了 好 冬天 還有什麼事 我跟他之間的這場惡鬥 該收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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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招牌摘了 我就赢了他 对 赢了他了 那我先带去 去 大产怪 乔治庸把咱们最后四只宝贝都吃下去了 都吃了 真没想到这小子有这么多银子 整整吃下咱们二十个金元宝 大产怪 乔治庸现在一定很高兴 他认为靠陆大可的银子 到底能撑到今天 那 大产怪 那咱们这次就算是 让他高兴一天吧 你让人把地窖打开 把芥秀王家存在咱们这儿的 十二个银冬瓜搬出来 明天一大早 你让人一块给他搬去 看他还有没有银子 知道了 对了 大产怪 有件事我差点忘了 有家项羽要借二百万两银子做装买卖 您看这事 谁啊 就是上次和咱们一起做成绸缎生意的那个老刘 您也认识 听他说呀 这把生意更有水透 只要一个月到时候他连本带利一块还给咱们 这老刘是哪人呢 他是江南人 我去查过了 他跟咱们山西的商号没有过来往 那看来和乔治永也没什么来往了 是 你认为能不能借给他银子 这要是往常 这么大的利益我就做主了 可现在不是时候不一样吗 还得听您的 咱们库里的银子也太多了 也很难找到需要那么多银子的商家 是 放在库里也浪费 这样吧 江南这笔银子我答应借了 那就借给他了 咱要不借 项羽就该说咱们广圣园也有借不出银子的时候 借 东家 广圣园最后一个金元宝今天也进了咱们的银库 如果你愿意 明天我就带着这些金元宝到他们那换银 这次咱们算是跟他打了一个平手 这些天你也辛苦了 来 咱们把他干了 来 坏了 坏了 怎么了 千算万算我还是漏了一算 你可别吓唬我 我前一阵子被 广圣园的金元宝给弄懵了 我想只要吃下这些金元宝 成青衙的手段就算是使干净了 咱们就可以去跟他谈和了 但他干了这么多年的票号 压箱底的不可能就这点东西 只要他的手段没使干净 他就不会觉得他输了 他就还会继续跟他们斗下去 你要想让他心服口服 你必须让他把手段使干净了 要是明天早晨 没有人再报个这个 来换咱们的这个 那就是他的手段使干净了 咱们就可以拿着金元宝去跟他谈和 否则的话 那咱们就输定了 就得摘招牌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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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原来我说什么来着 是 好 大小姐 高掌柜 爹 冬家 大小姐 你们可算到了 请请请 铁信师 把车赶在那边里去 是 是 冬家 你一宿没合眼啊 这次败了 瞧你说的冬家 这不还没败呢吗 田一亮就败了 田一亮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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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掌柜 冬家 起得早啊 你也不晚啊 冬家 我想了想 想了一个好主意 说啊 嗯 咱们先关张一天 躲一躲 我再找其他项羽去借银子 你躲过初一你也躲不过十五 再说咱们就是输了 也不能让人瞧不起 你把库里子金元宝给我拉出来 撞到车上 实在不行了我就到广盛园去换银子 咱们今天跟他见分枪 冬家 广盛园有的是银子 咱们换金元宝的银子 再加上他们库房里原来的银子 那银库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你就照我说的办 现在去厦门板 开门做生意 嗯 那行 来 大掌柜 那人又来了吗 那人没来没来呀 也许是我和东家多虑了 但愿如此 这戒修王家全胜的时候吧 生意做得特别大 他们的茶路 从武夷山一直到发兰西国 比今天的水家原家做得都大 当年他们每年 饭茶到俄罗斯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都要把所得的银两融化 铸成一个一个的大银驼子 这外表看上去像个大鸭蛋 但人都叫银冬瓜 这个东西滑不溜秋的不好拿 强妃就是抢到手里 他也带不走 那后来呢 后来这戒修王家不就败了吗 这银冬瓜就流落出去 就都融化成小银子用了 最后据说有十二个 不知下落 没想到到咱们这儿来了 怎么着 你想把这个换成银子 自然是想换成小定的银子 这么大的银子 本大爷花得也不方便 你们的招牌上又写明了 可以银两兑换 来吧 咱们做生意吧 想让我们走也行 只要你们把招牌摘了 从此不再做这行生意 北京的票号有的是 你要不做这行生意呢 我们也不在你这儿换银子了 你前一天拿了二十几个元宝 换走了我们十二个来银子 你拿这些东西到这儿吧 你连哪能做生意 你是来怎么换的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你们做的是这行生意 这行生意你要做不了 干脆把你们招牌摘了 你别懂啊 对吗 给我把他们招牌摘了 别别别 你敢摘这话 你敢这招牌 别别别 你敢 德林 火气不要这么大 火气大了容易伤身体 我那屋里有上好的绿茶 一会儿你泡了 拜拜火 这位爷 你是非要在我这儿换银子 对 我要不换你就 债我的招牌 对 按说我们这行 是有这个规矩啊 嗯 那就收了吧 真是 你们真收进去啊 货我可以收 但是银子你得等会儿再拿 这怎么能等 为什么要等 他为什么要等呢 他是有个道理在里头 因为我开的是票号 我这儿只换元宝 您这是银冬瓜 这银冬瓜 他也是银子呀 是 所以我要把你的银冬瓜 拿到银楼去换成元宝 这中间的火号 我要给你算清楚 对不对 这是规矩 这火号呢 也没有几钱 好 咱们就按规矩吧 那就麻烦你等等我 等多久 天黑前我一准回来 天 天黑 冬家 占换这银冬瓜 就这样 乖乖乖走 乖 冬家 怎么了 把那二十个军员宝拿出来 到光盛院换成银子 来 怎么回事你都抬开过来 来 你这一笔小笔小笔 李大厂 全在这儿了 碧昊实在是周短不开了 想把这些金元宝的换成银子 好应付今天的生意 给你添麻烦了 您稍后 我这就回来 乔治庸还真敢跟我赌一把呀 这小子还真愣啊 大掌柜 您看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换 是 让开 在��街上 别挤啊 别挤 别挤 让一让 让我看看 让一让 别挤啊 别挤 别挤 别挤了 程察掌柜 晚辈得罪了 你小子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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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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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我这臭小子 干什么 你这么乱哄哄的 您怎么来了 别挤了 我昨天就来了 陆罗东家 一路辛苦 不辛苦 不辛苦 陈大长官 我有点急事 你把这个 给我对了 这一票是 别挤 二爷 好 老程 干嘛去 我没银子对给你 我得摘广盛园的牌子 别别别别 老程 过去我挺佩服你的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没有涵养了 看什么呢 有什么好看的 去 到车上把那石盒子拿到礼物去 我跟程达掌卫子边喝边聊 去去去 来 让开让开 你知道得罪了什么人吗 回家我大伙儿挖子气 站这儿等着 那点长 咱们走 走走走 请啊请啊请啊 你看这事 东家爷 我看哪 对 好 好 行了 好 很 说 感谢观看